胡人到了今年休赛期 希望补强一到两名全明星球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只是目前球队阵容整体还较为年轻 这样的配置基本上很难拿下 足以闯入季后赛的战绩表现 而目前我们都知道像兰德尔 小南斯和克拉克森等新星已经被摆上货架 虽说兰德尔和球哥搭档能有较为不错的效果 但急需腾出心筋空间的胡人 确实没有其他选择 毕竟保住英格拉姆和球哥会更重要 这其中克拉克森应该是清空心筋空间的首选 毕竟未来三年他仍有接近1200万的年薪 交易他将能为胡人捧出大量心筋空间 正因为如此 在交易截止日前胡人球迷应该重点关注下面五笔交易 五把詹姆斯身边队友带到洛杉矶胡人得到 朱尼尔史密斯骑士得到 克拉克森事实上这笔交易并没有在心筋上限方面给到胡人帮助 反而朱尼尔史密斯还要比克拉克森贵上200万 只是这笔交易的最大好处 就是将詹姆斯身边好友作为拉拢詹姆斯加盟的卖点 只是朱尼尔目前防不住也投不进的状态 对胡人拉拢詹姆斯有多大帮 注就很难确定了 毕竟胡人是联盟三分球表现最差的球队 甚至都没有多少改善的迹象 加盟后的朱尼尔多少都会得到在三分线外的开火拳 或许在搭档球哥的情况下 可以让他有更多空位出手机会而调整回过去 几个赛季的三分表现 骑士推动这笔交易同样需要考虑 毕竟骑士替补席还有维德和杰夫 格林以及其他希望得到上场时间的角色球员 克拉克森的加盟 未必就能解决骑士替补席的某些困境 反而是可能让第二阵容 其他球员上场时间难以得到保证 当然如果是面对勇士 克拉克森的得分能力 会是骑士所需要的天赋 薪金差距不大 胡人得到一名射手 并继续将未来放在自由球员市场 而骑士找到拥有出色得分能力的替补球员 这勉强也算是双赢的交易方案 四补强年轻射手 和得到心筋空间的灵活性胡人得到 阿布里恩斯 凯尔辛格勒 2018年次轮迁雷霆得到 克拉克森辛格勒 在未来三年五百万的 年薪和不是首轮选秀权的筹码 都可能是胡人放弃这笔双赢交易的理由 但得到比朱尼尔更年轻的射手阿布里恩斯 却也足够吸引 毕竟就算有辛格勒的五百万年薪 胡人还是能在这笔交易中 同出接近二百万的空间 至于雷霆 目前球队替补席急需补强得分能力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而克拉克森可以说是穷人版的鲁威 他完全能在替补席给到球队最好的火力 更何况有了未来三年 能锁定克拉克森的合同 这或许也能成为吸引乔治流队的重要原因 对胡人来说 事实上一个字轮迁和阿布里恩斯就已经足够 只是考虑到薪金空间平衡 才不得已吸收辛格勒的合同 三补强更多有天赋球员 并同出些少薪金空间胡人得到 李乔恩或姆斯纳迪尔 首轮选秀权绿军76人得到 罗切尔绿军得到 兰德尔就直接影 想而言 这笔交易对76和绿军来说会更有帮助 而胡人只是在为今年休赛期做准备 这笔交易的推动还有两大障碍 首先要绿军放弃罗切尔就有不小的难度 其次是上次胡人和绿军交易 还是2004年 两队的豪门恩怨 估计很难推动这笔能给到对方帮助的交易 绿军的篮板球能力一直是个不小的问题 兰德尔的加盟肯定对篮板和板邓席竞争力 都会有所提升 对76人来说 罗切尔的得分能力搭档西蒙斯 也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得到两名板邓席球员的胡人 能腾出接近200万的薪金空间并得到 一个选秀权已经是较为不错的回报 二补强射手和清空薪金胡人得到 阿布里内斯 赫佐尼亚 次轮选秀权雷霆得到 克拉克森魔术得到 辛格勒 小南斯这笔方案就是上述胡人和雷霆交易的延伸 而且只要让魔术加入交易 胡人就无需再负担辛格勒的合同 理论上说 加上今下成为自由球员的赫佐尼亚 胡人能从这笔交易中 腾出600万的薪金空间 这个方案对雷霆意义还是一样 除了补强到克拉克森这种级别的替补后场 摆脱辛格勒的合同 也是这笔交易的重要意义 至于魔术 戈登的比赛已经扩大到三分线外 但拥有像小南斯这种运动天赋的大个子球员 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 魔术仍有很大机会 拒绝这样一笔交易 毕竟管理层可能认为 这对球队并没有太大好处 如果有必要的话 胡人再送出一个选秀权 作为补充也是合理 一节奏更快的阵容胡人得到 CJ麦克勒姆 李乔恩 霍姆斯开拓者得到 科里 布鲁尔 富尔茨 萨里奇 小南斯76人得到 克拉克森 兰德尔首先得到本赛季场均有21.5分 四篮板和3.3助攻的麦克勒姆的胡人 显然能在今下对其他全明星球原有更大吸引力 开拓者仍是一支季后赛球队 利拉德和麦克勒姆的搭档 似乎很难在未来给到他们更大竞争实力 但在这笔交易中 萨里奇的加盟能让他们拥有更强劲的前场天赋 如果富尔茨能跨越自己的精神障碍 未来更可能是比麦克勒姆更好的后场汉江 此外小南斯会是替补席的关键角色 76人同样能在这笔交易中收获不少 至少克拉克森和兰德尔 绝对会是恩彼得斯和西蒙斯身边最顶级的帮手 这样一笔交易或许要在几年后 才能看到哪支球队是真正的赢家 但胡人肯定也不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